Hello, 大家好, 这几天天气开始凍了 我今天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转 在英国很多公园外, 田车场是Free Parking 好像我们这个公园, 大大的招牌写着 是Free Parking for Car and Coach 找到会拍了之后, 就开始做一个运动 这个公园很大, 除了有网球场, 足球场, Rose Garden 还有小动物, Coffee Shop, 和儿童游乐场 还有鸭仔, 天鹅, 最多的就是虫鼠 我今天不是想介绍公园给大家认识 因为英国有很多这样的公园 我今天就想大家谈谈关于英国的NHS 讲这个topic之前 congratulation for 今次我的朋友的子女 GCSE考得非常之好 之前的几天刚刚放榜 大家看到自己子女的成绩很好 都非常之开心 希望她们继续努力 在A-level之后, 就可以考到一个自己心意的大学 大家一起享受自己大学的生活 现在就讲回英国的NHS 我住了这么多年, 很少去光顾她 除了定期的, 她要一些护科警察 例如子宮颈, 或者胸部警察之外 平时我就很少很少很少 去GP看医生的 我试过去做警察的时候 那些姑娘就问我 你好像你为什么不看医生的 你没什么事啊, 妈妈 为什么我在电脑看不到你的History 那要不要跟你订阅个时间 你去见一下医生 就是这样跟我说 我都说no no no 我都不需要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病痛 我为什么去看医生呢 平时我多数去到香港 就带回一些药物 例如恒科伤风素 或者迫利痛 喇叭牌 去到日本又买了一大堆的药物 Touchwood多数都用不了 看过期都是丢掉的 所以觉得很浪费 现在我就很少会带这些药物回来英国 在英国有些不舒服 很多年前我都说过了 如果你博个GP看医生 2-3天都可以看到了 如果你平时是伤风感冒 发烧 2-3天都可以 2-0 我自己有药物 就有些伤风药丸 自己吃完 好就算了 或者去Boss买些药物 或者又可以去Palmercy 问一下他接着的药物 接着的药物 就配上少少药物 又可以 我真是很少很少 光顾他 到了今年 年头的时候 皮肤就三了一粒 那些不知什么疹 我就没办法了 刚刚又在VCAN 我就试一下打电话 就一一一去询问一下 顶知第一次打进去 原来要很多问题 很多Questions 要你回答 到最后 他给你的答案 就是你要是见回你的GP 到星期一 我就一早就打电话去设计 心想应该也有时间等 他问我什么情况 我说了个情况给他听 接着我就解释给他听 因为我打电话去111 接着他叫我去看GP 接着他就跟我说 今天下午2点多 有个位置 你可以过来看 我真的很惊讶 为什么这么快都要看 接着就看姑娘 接着看完姑娘之后 姑娘也不确定 就找医生过来帮我看 接着给了一些药膏 让我试试 一个星期之后 如果不行的话 就再去看他 非常之幸好 就不用一个星期 多查两三天 我都已经痊癒了 接着姑娘又跟我说 他说 你没有什么历史 你为什么不是没有什么看医生 他说 你到了差不多年纪 你都要认一下血 做一些physical examination 我说OK 我想一下 我还是没有跟他订阅 然后 过了几个月 那几个月里面 就发生了几件事 我身边有几个朋友 跟我说 谁是谁呢 突然间 上个星期我都跟他打招呼 想去酒楼喝茶 在电梯里跟他聊天 接着 星期尾走了 还有个朋友 妹妹thm أي前 做完oral活动 我就回家 quietly喝了一点鲜奶 喝後 我就开始 сов podcast 去厕 Happig 便把餐压出了 当时他就会惹着 立刻来到医院去查 查发了 後便被抢 получилось 他没有任何症状 和他常常做运动 吃也食得 Sung健康 所以我就开始有点害怕 接着我就打电话去设计GP 接着看了GP之后 GP就帮我做了一个全新的警察 包括硬血、ECG、照肺 接着我去Hospital做一个专科的颈部测试 看看我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载了NHS的APP 我们之前没有下载的 为了出去旅行 记得关事要去旅行 因为疫情时要去旅行 你一定要打完针 那张证据就在APP里面 所以为了申请这件事 我们先下载了NHS 怎么知道原来是很方便的 好像你几时几天去看了GP 医生有什么诊断 你去炎血 有什么练习 它全部都显示出来 在APP就可以查到 非常之方便 而且你有什么異常 医生会知道烈修之后 再会Message你 告诉你 哪一方面有些不正常 它都会传给你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之好 不然你自己都可以看自己的历史 好 看回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 在英国很多公园 海滩 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 Long chair 这些多数是私人捐浸出来的 他们为了紀念自己 小去的亲人 特意捐了一张床椅 吸上他们小去亲人的名字 供大家休息 以及大家可以免怀一下他们 印象最深刻 有一次经过 有个阿婆 带了一只狗 坐在椅子上 然后摸摸椅 看看外面 坐了很久 我走完一转 回头 它还坐在那里 当它有什么不舒服 我就问他 是可以吗 接着他就跟我说 他说 这张床椅 在他纪念她的老公所建 所以他偶然会坐下 好像跟他坐在一起 他说等他死了之后 他的子女都会把他的名字 印上去那张牌上 听完之后 我觉得英国人其实都很sweet 和浪漫 说完一个小拆绝 我们继续说回NHS 你有了NHS的APP 就很方便 例如例如 如果你有糖尿病 或者高血压 高血压 你每天都要量一下血压 看看自己正不正常 不正常 你就立刻要去博之血体医生 平时的话 你一直都吃开长期 也有尸药 你不需要 以前 整天都要打电话 去跟GP说 我的药吃完了 GP就帮你 去 传统 去 传统 传统 就准备一些药物 你自己再去拿 现在 你直接在APP 可以按两下 就完成了 那你附近的 你拿开哪间 传统 你去地址 就传统 我也是拿回这些 几样药 它会准备好 之后 你再看自己的APP 它准备好 我可以去拿 有些 它是可以送药照满 这件事就非常之方便 之前跟GP聊天 就聊到 就好像肺部的X-ray 你直接不需要去排期等 医生就给你 例如他给你介绍信 类似这些信 你马上就可以去到医院的部门 不需要等 不需要等 他直接说 窩婴就可以进去 在治疗堂 他跟我说 很多东西都是看情形 如果说你很感激 它是第一时间可以帮你做治疗 如果你不用那么紧要 因为现在人很多 就要排期 这件事我相信 因为我试过 我家人有一次 突然间很紧急的病 然后就要去入急症室 很多人去到医院 然后两分钟 刚刚坐下 两三分钟左右 已经叫他的名字 去看医生 看完之后 就说我们这个医院没有这个设备 立即帮你叫白车 立即送你去第二间医院 第二间医院 去了之后 就是一条线一路直上 去了那个部门 帮他做那些 CT scan 做任何东西 做完之后 就进了这个部门的病房 他病房有分很多 第一间病房 其实是24小时 他是医生护士 查住你的 他就给了一个直线电话 他就跟你说 你不用紧张 你哪个哪个 在我那里 现在这个是直线电话 如果你有什么事 想问我任何东西 你就打这个电话 任何时都可以 因为我们24小时看护他 然后他就指着这个电话跟你说 我叫什么名字 我今晚就是我负责的 所以你有什么事 你就可以打这个电话 就是这个电话 这间房里的电话 这样笑着跟我说 那你是不是放松很多呢 还有些人说 哎呀我英文不是好电 我听不明白他说什么 那你也可以提早 就请一个翻译员 因为很多NHS给信你 叫你去哪间医院 几时几日去复诊 或者怎么样 他会告诉你 你提早你需要翻译员 的话 你就可以提早跟他们说 他会安排 或者安排人给你 或者医生在电话里 跟电话里进行翻译 现在真的方便很多 今天我说了这么多 就是自己个人的一些 试图 那我那些结果 就出来之后 就后面写着一个 No range 我都没办法 因为之前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所以他没得对比 所以 anyway 希望以后 就会继续做一些身体检查 身体健康真是最重要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聊天聊到这里 好吗 这个星期 其实是一个long weekend 过完八月尾 最后一个summer band holiday 很快就小朋友都要开学 希望大家都享受这个班 holiday 很快就夏令时间要过了 冬令的时间要过 所以大家要把握现在的时间 好好享受 这么好的天气 多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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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